雖然是下雨天 但失冷的空氣裡 還是讓人聞到難以忍受的惡臭味 板橋南載溝兩岸邊的住戶 分別是福州裡和南新裡 不分晴雨天 常年被迫聞到南文的水溝味 新北市議員劉美芳 陪同兩位里長站出來 為居民爭取呼吸新鮮空氣的權益 因為這條南載溝 從那個8年前 就開始花16億 總共花16億左右 然後來做一個就是清水 清理這個淤泥跟還有水岸的部分 看起來現在這個狀況 旁邊就像里長所說的 旁邊的籃球場 兩旁的籃球場完全沒有辦法用 因為太臭 這時候不要這麼吵 現在多少吵 直接吵到副酒公 副酒公 運動的人媽媽 副酒你全部都是祝福 工廠祝福 大家說如果這個中毒人 這個丹國樂人 這個代表都是這條狗 他們去這個鎮炒 根本沒辦法有夠吵的 這個臭味真的會很臭 會傷身體 根本沒辦法來這裡活動 所以希望政府機關 可以這個問題給我們改善 我們這裡民有辦法來這裡運動 還沒得到一些空氣污染的疾病 南載溝在市府進行整治下 環境改善許多 卻有接近600公尺的距離 淤土堆積高於水面 疑似就是臭味的來源 導致沿岸即使做好了休閒設施 還是被民眾揮手拒絕清淨 別說沒人來使用 周邊兩個里的居民都受不了了 因為真的有味道 大家都你看花了這麼多的錢 然後也沒有小朋友去玩那些遊樂設施 然後也沒有大人來這邊 去河岸來打籃球 然後來走河岸 那這樣子花了這麼多的錢 到底這些錢是丟到水裡頭了嗎 南載溝近10年來 淹水的問題已有改善 2008年時呈清淤 水質和水溝的清潔度確實提升許多 是否是維護不佳淤泥又開始堆積 產生了臭味 讓周邊的居民沒有享受到清水環境 就得先呼吸惡臭的空氣 數位天空新聞 半橋報導